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雯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您继续来看到的是 七年港独有线电视 秉持着回馈地方的精神 一年举办了三场的 校园巡回电影院座谈会 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晚间地点 是在中山大学举行 得到学生们的热烈回响 电影BBS湘明的正义上映后 随即在网路上获得热烈回响 七年港独有线电视 秉持企业回馈精神 周一晚间前往高雄中山大学 除了邀请学生欣赏这部影片 也安排导演近距离与同学互动 想问导演 你对目前四面上 在动画跟地理结婚这一块 是不是有了解 那有没有什么 就是建议可以对我们 未来想要走这一方向的学生做 Mental Rate是一定要会的 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 都有拍HDR的image 就是买一颗不锈钢球 然后放在现场 然后用不断的曝光纸去拍它 做成一个HDR的影像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在3D里面打光 那你就可以让那个3D模型看起来 就会跟现实的场景的亮度 甚至是颜色色调一模一样 能见到导演庐山正面目 中山大学的同学都相当兴奋 尤其是看完电影之后 透过座谈将心得彼此分享 导演林世勇更是大方分享 当初拍摄这部片子的动机 我觉得要改变的力量 是要从离开电脑开始 才真的做得到一些事 那我曾经看过很多的网路文章 或者是一些网路上面的行为作为 那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其实让我觉得很恐怖 就比如说什么 按一个站可以就是救一个人 或者是按站就救流浪口 可是它其实没有办法解决 最根本的问题 一定要离开电脑前去做这些事 所以其实我今天没有传达这么一个力量 但就是请大家都离开电脑前去关注一些 你真的想要关注的一些社会话题 导演林世勇与同学们互动热络 除了触及电影制作外 也对网路世界有新的体认 对于主办单位来说 即去年举办 站头露天电影院获得广大回响 今年安排在校园巡演 不仅仅是企业回馈 也希望借此让学生有更多收获 这次来高雄 我自己跟学生们聊完之后 我自己也得到蛮多的 然后我相信就是 这对未来的作品 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相信就是 有很多事情是只有年轻人可以改变的 然后可是我们要更努力 因为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环境 其实并不像之前可能那么样的友善 可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到最后 我们一定可以做出很厉害的作品出来 因为只有年轻人会懂年轻人的作品 校园巡演电影院今天来到最后一站中山大学 很高兴现场的同学呢 这么热情踊跃的发问 那未来我们港都青年有限公司 也会继续秉持在地的精神 然后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此外主办单位还贴心赠送导演 亲笔签名的电影原创小说 配合政府有限电视数位化政策 现场也安排数位电视影音欣赏 及高速网路服务 让中山大学师生体验 有限电视数位化所带来的视觉感官享受 港都新闻许富天采访报导